那这个是不是拍马屁算一算时间点很奇怪 就是台北县永和市跟台北市中正区的永福桥 在永和的这一端呢出现了两边各九只的这个拱形的立柱 柱子上面呢还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黄金的马的雕刻 所以就被台北县议员抨击说这是拍马屁 但是永和市公所就解释说 其实这个桥的设计图在民国9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完成了 那个时候呢是在苏贞昌的代理县长的手上完成的 这样看一看难道是民进党在批马英九的马屁吗 台北县永福桥上出现了九只拱形雕刻 特别是上头还有黄金马雕刻 这九个马加起来就被外界质疑是在拍马屁 工人们站在桥上加紧赶工 台北县永福桥上的九马奔腾拱柱 预计在七月份完工 而台北县议员则是痛批 这永和市政府根本是在拍马屁 就特别写在520之前嘛 那我拍马英九的马屁嘛 所以在520之前啊 把这个拱门弄起来 弄了九根还镶了金马 这个是道道地地的在拍马英九的马屁啦 我一直感觉这个桥头做得不说美观 这个桥头可以什么改良 有注意到上面有马吗 有注意到 有哪个装油有看到啦 很小啦 不仔细看还看不到桥上有马的雕刻 议员认为拍马屁 而民众则是认为没有花钱的必要 而永和市工作花580万盖拱桥 难道是马屁拍到马腿上吗 不过市工作则是反驳 桥上的金马拱桥则是十只不是九只 永和市长则是拿出94年就完成的设计图 强调是在代理县长林奇耀任内就完成了这九马奔腾的造型 我们就是在93年了我们就开始设计 到94年了我们才正式化包 这个是我们刚好是巧合 那上头这个马呢 上头这个马我们之前就已经设计了 在94年 94年完成的设计图拖到现在才施工 马就职中年的敏感时机也难怪会被外界刻意解释 转身装上的载轩太宝道